白化佛法 请收听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人一有无名就会有贪心 而且贪心会生出更多的贪心 这就是我们说贪得无厌 因为当一个人有贪 实际上他的心就会变 贪越多心变得越厉害 所以很多人说贪心 一个人爱也要思考而止 你爱得越多 你就开始贪了 所以叫贪爱 这些实际上对我们学佛修心的人 都是属于有漏的 因为任何事情过分了 它就会破漏 举个简单的例子 今天你烧水的这个壶 说只能烧到一百度或者多少 你如果加温高到两百度 一百五十度 高的不得了 然后你这个壶就破了 就有漏了 水就会漏出来了 本来应该叫你 只能加水加一千细细的 那么你呢 加的太满了 是不是水就会出来 叫有漏啊 所以任何事情过量 任何事情过头 实际上都会有漏 这个一漏 人就会变成无名 就像我们说 不认识路 你就会走错路一样 不明白道理 你就会做错事情 做错事情 就是因为你漏了 你漏了之后 你就会产生 很多的烦恼 所以我们现在 每天都在烦恼 每天都在漏当中 所以烦啊 烦啊 就去漏啊 漏啊 漏到最后漏尽 你人生就结束 所以太长跟大家讲 我们做人也是这样 贪啊 贪啊 有一个两房一厅够了 我要更大的房子啊 我要买个大房子 我一辈子啊 我不停的去工作 打工啊 为了这个房子啊 岂不知 最后得到了大房子 最后换到了小 盒子 啊 一个人的大房子 得到了最后 得到的是一个小盒子 啊 在这个大房子 转送到小房子的 这段价值当中 实际上 你拥有了什么 就是浪费了你宝贵的生命和时间 啊 一个骨灰盒 这就是你需要的地方 而你一辈子追求的大房子 最后什么都没有 所以人意识在下罪 人的品德在肉依当中 所以烦恼就是因为 你失去了明智 理智 所以你就会没有智慧 如果你能把这个世界上一切 都能得到圆满心 啊 你就会 慢慢的懂得怎么样 啊 做功德 怎么样 不让自己的忧愁 在心中 怎么样 不让自己心中的功德 漏尽 不要漏心啊 把心都漏光了 一个人的一生 会有很多地方漏 嘴巴话讲得太多 我们说漏气 啊 脑子 想得太多 不该想的都在想 漏神 啊 一个人整天 想男女之事 叫 淫漏 啊 耗你的精气神 所以 一个人每天在漏 啊 气在漏 精在漏 神在漏 思想散乱 好的正气漏光了 那你阴气就很重 所以 一个人想安详 一个人想 能够 变得越来越有智慧 就不能 经常的 去让自己的功德 本性和良心 天天 在漏的当中 所以控制心念 是非常重要 所以过去 啊 皇帝内经里面讲 当一个人 啊 在下销时 下销 其实就是用卫生间 叫下销 不能 同时上销 上销是什么 就是不能讲话 所以很多人 连这个都不懂 这就是 一个人 消耗的气 不能过多 一个人 消耗的能量 不能过多 一个人的思维上的 脑容量 不能消耗过多 你去看 还有 很多的 竞选 结果当了 总统之后 或者总理之后 每几个月 每几个月头发都白了 烦啊 心 天天在烦恼当中 在无名的烦恼当中 天天的 在漏啊 漏啊 所以漏到最后 一无所得 所以随缘而尽 就是自然之心 一个人 学佛人 要跪在坚持 一个人 如果能够坚持 这个人 慢慢的 在自己的八十天中 就会创造出 特别 优秀的 特别优秀的 这个我们所信念 因为不让自己的心中 变得空 你的境界 这个空讲的是 这个人间 那些烦恼 你一定要让自己的心 变得空 不要被烦恼所占据 所以你 脑子空了 你就什么都想不到 想不起来了 举个简单例子 很多人 在飞机场 叫你 写写东西 叫你做点 文章啊 你根本脑子都是空的 你根本当时没有那种灵感 来写一大堆 稿子 所以一上飞机 脑子会空 因为我们人 当你的思维和环境 在一起的时候 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能量体 而有些能量体 会产生另外一种 效果 让你 不能 精进 让你不能思维集中 因为它是在飞机的轰鸣当中 因为它是在高空 有点失真的感觉当中 所以你的脑子就昏昏沉沉 所以很多人一上飞机就想睡觉 当然了 念念经睡觉 那更舒服一点 我们说 有漏是什么 有漏就是 烦恼在 把什么东西要漏掉 那就是要把烦恼漏尽 要漏烦恼 把苦恼烦恼 都要漏光 把心中的不明 要漏尽 那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今天你们跟着师父学佛 你们觉得修心如果很苦的话 说明你们还有业障 如果你觉得修心 能够消业障 征福报 尽光明 你的心 已经在做对的事情 你已经在离开 我们说六道了 所以一个人贪心 会贪出事情来 一个人做错事情 会慢慢的越做越错 所以只有修心才能解脱 所以我们拥有了 值得我们最珍惜的东西 那就是我们的佛性 我们过去的早已经过去 而我们未来还没有到 所以拥有现在 就是把握当下 忘记过去 就是展望未来 你的心 只有像大海般的宽广无边 你的佛情 才会像观世音 观世音菩萨般的慈悲 所以 要用智慧在人间生活 你会变得越来越有智慧 要珍惜福分 珍惜你身边的人 菩萨才会常伴在你的身边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呢 我们的这个白话佛法呢 就说到这里 今天的白话佛法到这里 那么接下去呢 就给大家呢 做悬疑中树节目 好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